一台黃色保時捷停在路邊 不過仔細一看 車子左後門的地方 竟然被撞出明顯刮痕 而罪魁禍首 居然是酒駕的單車騎士 再長一點好不好 含酒吹三秒鐘好不好 酒醉的單車騎士 陽信退休老師 對於警方要求他酒側 一臉不耐煩 好像完全不知道 自己撞上的 可是一台百萬進口跑車 我們只是酒側 這個腳踏車的駕駛 酒車子是0.74 他的罰則是300到600塊的罰金 5號晚間9點多 陽信男子跟朋友喝完酒 騎腳踏車回家 結果因為重心不穩 擦撞到停在路邊的跑車 而車主是一名蘇姓女子 剛好就在路邊目睹愛車 遭到擦撞的過程 趕緊報警處理 在派出所就請我去開車載她 我就開車一到那邊 看到一個黃色的車子 我以為她撞到計程車 事後陽信男子的朋友 趕到警察局幫忙處理 一開始還把黃色的保時捷 誤看成計程車 一般的超跑 跟路上的其他車並不同 黃色的部分 是車主很愛的外表塗裝 只是曾有網友在基隆廟口 乍看之下 以為是三台計程車 事實上跟中間的 千萬法拉利超跑 跟另外兩台計程車 撞色了 沒想到桃園這名退休老師 騎著1000塊的單車酒駕 撞到400萬的跑車 不只得賠償萬元的修車費 還開了300元的單車酒駕罰單 記者林一神 宜蘭報導 謝謝大家